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姚德宗 三十年来 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研究真实的大脑 探索脑机接口的应用 将大脑的功能在计算机中重现 脑科学是科学皇冠上的民族 现代科学已经表明 我们的大脑是有音乐性的 因此我们每个人的大脑 都是一个独特的音乐家 不同的人 不同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老婆是不一样的 因此老婆音乐也不一样 在我们的大脑中 有上千一个神经元 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他们的连接数量 甚至比银河系的恒星还要多 但他们的能耗只相当于一个25瓦的灯泡 可是目前我们只完成了对简单生物 比如现存的完整观测 我们人类大脑的复杂性可以说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们的记忆到底藏在哪里 我们的老细胞是不是可以再生 那么有的人只有半个大脑的 为什么还可以正常生活 我们有的年轻人 为什么会患上老年痴呆 最近一部人影的电影《流浪地球2》 其中有这么一幕 一个人躺在仪器前 通过3D影像技术 为他的大脑进行建模 为大脑的神经元绘制地图 这其实就是数字孪生脑的基础 2021年 我们团队就完成了中国的首个数字孪生脑模型 有了它 我们就有望解决更多的大脑殖民 在本次两会中 我将再次提醒 我们都要关注大脑 保护我们的大脑 除了营养 运动以外 接受丰富的四天觉刺激 对我们老年人的老健康也很重要 比如老年人玩玩电子游戏 也是很好的 都说未来以来 现今AI在飞速发展 我们的主动号也奔上了火星 甚至有人说 在未来我们可能与机器融合 把思想与机遇上传云端 实现数字永生 而这里面 关键就在老科学的进步 如果我们都不明白 记忆藏在哪里 我们怎么可能上传记忆呢 在未来 还有很多未在之女 等待我们去探索 我将继续全力以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